我国古代很多王朝当出现乱象之时啊 往往与党争分不开 什么叫党争呢 就是朝堂之上出现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利益集团 官员们互相抱团相互攻击 他们出台政策的目的不是考虑是不是真的对这个国家好 而是能不能打击对手 而很多官员在讨论政策的时候 所占的日常并不是这个政策是不是真的有效 而是这个政策是谁提出来的 几方阵营提出的政策甭管是好是坏 通通的支持 只要是对方阵营提出的政策 管他好不好 我通通的反对 党争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来讲损害是巨大的 因为大量的官员忙于斗争 而忘记了到底怎么样才对这个国家真正好 今天的美国就颇有这种末日景象 美国的党争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 美国大量的官员和议员投票的时候 往往考虑的就是本党派的利益 这也使得美国的政治被撕裂的愈加深了 尤其是2024年的美国大选马上就要到来了 共和民主两党之间的争斗显然会更加的激烈 甚至2020年大选之前就有很多人说啊 美国未来会不会走向分裂呢 很多红色的州不想拜登当选 很多蓝色的州不想特朗普当选 虽然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美国保持了团结 但很显然这一次的大选会使得美国再度走向分裂 尤其是在国会之中有很多议员已经相当的不像话了 他们甚至以一己之力把美国军队都彻底搅乱了 比如说2020年当选的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这个人的能量有多大 大到您根本就想不到 美国上百位将军因为他无法得以晋升 美军未来甚至都会大受影响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众所周知美国军方的最高层是参谋长联席会议 组成参联会的包括美国军队总部和各大军种的首脑 共计八位四星上将 当然美国很多将军在服役一段时间之后 他会选择退休 就像美国的大法官一样 退休之后就需要有一个人来继承他的位置 差不多一个多月之前吧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杰上将退休 总统拜登提名继任者为史密斯上将 然而呢 他的任命在参议院暂时没被通过 至今未能完成授权程序 接下来八月四日陆军参谋长迈康维尔上将宣布退休 拜登提名继任者乔治 不行参议院不通过 再接下来九月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戴上将也将安计划退休 不出意外的话呀 他的继任者的任命可能参议院也不会通过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就是参联会主席米利上将 他本来定于九月底辞职 可想而知前三位上将的继任者任命都未被通过 那么米利上将作为参联会主席 他的位置更重要 他的继任者的任命很有可能参议院也通不过 那么等于美国整个参联会停摆啊 手脑都没有继任者了 一半的人都退休掉了 这等于是美军整个中央领导集体瘫痪了 而且大家知道吗 瘫痪的不只是中央领导集体啊 整个美军的领导系统现在可能都瘫痪了 为什么 因为据美国媒体统计啊 在过去五个月的时间里 一共有275名一星至四星的美国将军 他们新获提名的任职 因为得不到参议院的授权而被终止了 也就是说 接近三百位美国将军无法正常复任 只是因为参议院的阻挠 美国参议院有这么大的权力吗 当然了 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的权力几乎是至高无上的 美国总统负责阻隔 内阁中的所有官员 美军中的所有高层 最高法院和美国全国法院的法官 美国的驻外大使们 美国各部的部长 通通都是美国总统提名的 美国总统一个人可以提名超过四千个重要职位 可问题是 美国也给总统的权力加了一道锁 那就是总统负责提名 但是议会负责通过 总统提名一个人呢 我议会经过表决之后 同意了 这个人才能上任 不同意 这个人就不能上任 以往确实啊 美国总统有的提名个重要部长 议会没同意 提名个大法官 议会没同意 最终没通过 当然 你不通过 我可以再提名一个人 总统是有无限提名权的 你议会为了让国家正常运转 你好歹得通过一下吧 要不然总统就会说 我三番五次提名的人 议会都不通过 你议会这帮老爷们阻碍了国家正常的进程 那么选民就会把矛头指向议员 最终议员还是要迫于无奈通过的 但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 那就是美国的议员们 他要脸 他要保证美国各项程序的正常进行 可是一旦有一个人 他撕破脸皮 怎么办 以往一些重要官员的任命啊 好歹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啊 比如说美国总统任命一个大法官 在议会之中肯定有反对他的人 但是只要多数赞成 那问题就不大 可麻烦恰恰出在啊 美国国会关于军中高级职务的授权惯例呢 是畅明集体通过 哪怕有一个人反对 甚至缺席都不行 美国确实是对军队看得比较重的国家 美国自律国以来就几乎没有发生过军队的叛乱 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很善于把军队的领导权控制在政府手中 用文官治理军队 所以呢 对军中高级官员的任命 这个程序是一直存在的 这就给了图伯维尔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换句话讲 只要他不同意某项任命 他就可以阻碍着这个军方的高级官员上任 所以过去五个月以来 接近三百位美国将军的任命 都被图伯维尔一个人阻拦掉了 可能有人要问图伯维尔参议员 这样阻挠美国高级将领的就任 是因为他对美军有什么不满吗 说实话 对很多中国人看来 这还是一个挺搞笑的原因 他对军队没有太多不满 他不满的是美国堕胎的法案 2019年5月14日 共和党势力根深蒂固的阿拉巴马州 也就是图伯维尔参议员所来的那个州 生效了号称史上最严的反堕胎地方法令 人类生命保护法 规定即便当事人未成年或者性侵后怀孕 也不得随意堕胎 实行堕胎手术的医生将面临10到99年的徒刑 这项俗称心跳法案的反堕胎法令 随即成为支持堕胎权的民主党和反对堕胎权的共和党 在美国诸多州激烈博弈的重头戏 此前熟悉美国政治的朋友们基本都清楚 相对而言共和党是比较保守的 比如说特朗普的大量粉丝都是红脖 他们可能受教育程度不高 不是太文明不是太开化 所以在很多日常事务中他们是很保守的 因此共和党势力根深蒂固的阿拉巴马州 就通过了这样的心跳法案 而民主党相对很开明 所以民主党的很多人是认为 你这个法案太束缚人的自由了吧 因此过去几年来 民主共和党党关于堕胎这个问题 就争论不休 甚至此前的节目我们说过 由于今天美国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之中 有六位是倾向于保守的共和党的 所以使得民主党人也非常的愤慨 当然了最高法院中之所以有这么多 支持保守派共和党的 这也是因为特朗普当年很幸运的提名了 多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而党派的博弈呢也蔓延到了军队之中 2022年10月份民主党控制的五角大楼呢 宣布将为驻扎在新跳州的美军需要堕胎女兵 提供前往非新跳州堕胎的路费 也就是说钱没事啊 美国军方给你报销 正是此举激怒了素以剑走偏锋出名的 深红参议员图伯威尔 而且八月初的另一则政府决策令 让图伯威尔更是怒不可遏 美国太空司令部本来位于蓝州 也就是民主党占优势的科罗拉多州啊 共和党的特朗普任总统时 受益把他迁往红州阿拉巴马州 但未及实施 特朗普就败选下台了 今年八月初呢 拜登政府决策放弃迁移计划 让太空司令部仍然留在阿拉巴马州 当然这让共和党非常的气愤 大家看到了吧 美国的党争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一个共和党总统在台上的时候 就尽力的为共和党的州谋权益 而民主党的总统上台之后呢 就把这个权益生生给取消掉 这只是美国党争的开始 未来会越来越残酷的 当然由于民主党的种种做法呢 让托伯威尔非常不满 他也知道他没有办法左右军方 军方愿意花钱 军方不愿意牵职 他没有任何改变的能力 那么怎么办 人家干脆选择了躺平 就是因为美国国会要求军中高级将领的任命 必须全票通过 所以这就给了托伯威尔机会 他甚至不用去投反对票 他只要不出席 对不起 你这项任命就无法过关 虽然美国很多共和党人 也不太满意托伯威尔这种做法 但确实他这个做法有效啊 他真的阻挡了接近300位美国高级将领的任命 这使得很多共和党也感觉到 他的做法挺让人开心的 8月25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发表讲话 他警告托伯威尔的滑稽行为 正危急从部队作战准备 人事更迭到美国海外关系的方方面面 美国国防部为了应对托伯威尔的耕阻行为 在8月2日紧急签售授权 允许各军事单位在紧急必要时 以低阶军官临时替代将领承担高级职位 短期内 托伯威尔的耿阻啊 倒不至于对美军正常活动造成致命性的干扰 但是法定授权是和薪酬福利家属待遇等挂钩的 迟迟拿不到授权 所有这一切都要随之推迟 这对美国军队的士气和口碑 无疑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是的虽然短期内托伯威尔的耿阻行为 不至于让美军遭遇到重大的问题 但从更长远眼光看 对美军的损失那是极大的 甚至有人计算过啊 到目前为止 托伯威尔这个耿阻行为并没有停止啊 如果他一直不投票不出席 那么到今年年底被他阻挡在正式获得授权之外的将军总数 将突破650人 即便他改变初衷折腾的后遗症也要持续很长时间啊 因为理论上即使编组批量表决 完成现有被耿阻的275人的授权程序 也需要27天 而实际上27天根本不够 因为根据相关参议员的介绍啊 因为种种限制 即便参议院年终无休 一周七天每天八小时连周转 也需要84天才能把托伯威尔创造的这个天坑给填满 大家看到了吧 美国的党争已经到了什么状态 就是因为一个堕胎法案 结果导致几百位将军的任命无法通过 更可笑的是有人统计过啊 从这个法案通过开始 美军这么多人中呢 只有91个人实施了堕胎手术 这其中还有大量的人本来就不是红州的 需要去报销路费的人 数量也就几十个而已 结果却影响了几百位美军高级将领的人命 但是大家别忘了 这一切只是开始啊 随着美国共和民主两长党争的不断加剧 议员们一定会拿出各种各样更为奇葩的方法 进行党争 因为很显然他们考虑的只是自己党派的利益 赵旅派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